广州大德路一系楼底部 到夜晚开启喷离设备 打试人行道 网友称 此举细位驱赶流浪汉夜宿 附近商谱老板回应 流浪汉经常在这条路聚集夜宿 生意和卫生条件受影响 喷离设备是当地街道办安装的 明显改善了流浪汉聚集夜宿的现象 越秀区光塔街道办回应 街道居民反应后 加强了环卫工的保洁频次 还加装了喷离系统 不定时冲洗地面 居民承担电费水费 并非驱赶流浪汉 而是为了保持道路清洁